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让老外满脸的不可思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你是否经历过漫长而疲惫的旅途 在路途中赶到机场路路却无处可寻 在中国这样的问题早已不复存在 如今老外们惊奇地发现 在中国的高铁站 长途车站 机场 甚至是高铁上 你都能点到外卖 只需要几十分钟 美食就能送到你的身边 尤其是在高铁上 外卖居然能快你一步 送到你下一站的高铁站台 无论是热气腾腾的汤面 还是香喷喷的烤串 随时都能满足你的味蕾需求 这些在国外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这些让老外惊诧的种种 我们却早已稀为常 那么问题来了 是什么让中国便利程度上远远超过了国外呢 其实背后的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完善的基建设施和数字化的深度覆盖 像老外提到的24小时营业门店来说 国外并非是没有这种需求 相反 某些地广人稀的西方国家 比中国更需要这种便利的服务 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像中国一样发达的基础设施 以及高度覆盖的数字化能力 就拿西方的一些小乡村来说 不要说点外卖了 就算送个快递也要等上大半个月 而在中国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是分便利 老外所说的高铁上直接点汉堡 已经是落后版本了 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年底 中国县级以上地区的通信覆盖率 就达到了100% 村村通马路 已经摇身变成了村村通快递 甚至如今 在国内旅游根本都不用带东西 就拿美团来说 已覆盖全国2800多个县市区 直接就可以半小时送上门 除此之外 小编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主角是一位初次来到中国的外国友人 汤姆 他被中国无处不在 无所不能的外卖服务彻底震惊了 直呼这简直就是魔法 汤姆是个地道的美国人 以前从未踏足过亚洲这片神奇的土地 他听说中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 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令人垂涎的美食 于是决定来中国探险 当他刚下飞机踏上中国的土地时 他对眼前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汤姆的旅行计划中有一项重要活动 就是品尝中国的地道美食 他听说中国的外卖服务非常方便 于是决定尝试一下 拿出手机打开了一款 在中国非常流行的外卖APP 开始浏览各种美食 从川菜到粤菜 从烧烤到火锅 应有尽有 看得他眼花缭乱 最终他选择了一家评价很高的川菜馆 下单了一份麻婆豆腐和公保鸡丁 没过多久 外卖小哥就骑着电动车 准时送到了门口 汤姆看着眼前的美食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尝了一口麻婆豆腐 辣中带麻的口感让他大呼过瘾 公保鸡丁的甜辣味道 也让他赞不绝口 接下来的几天 汤姆彻底迷上了中国的外卖服务 他不仅在酒店附近点外卖 还尝试了在旅游景点火车站 甚至是在高速公路服务区 每一次外卖小哥都能准时送达 让他对中国的外卖服务 佩服得无体投地 随后汤姆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自己的中国外卖体验 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 有人称赞中国的外卖服务是魔法 有人则表示 羡慕汤姆能品尝到如此多的美食 汤姆在回复网友时表示 我真的被中国的外卖服务震惊了 这简直是魔法 在我的国家 外卖送到家里已经是很方便的了 但在中国 外卖几乎可以送到每一个角落 太神奇了 汤姆的故事传开后 引发了很多人 对中国外卖服务的关注和讨论 许多外国友人纷纷表示 要来中国体验这一神奇的魔法 而中国网友们则自豪地表示 中国的外卖服务 已经成为了一张独特的名片 展示了中国数字化 现代化的成果 其实外国人之所以会被 中国的便利所惊讶 很大一部分原因 还是受到了一些外美们的影响 在他们描述中的中国 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 结果 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后 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原来 真实的中国比西方便利多了 真正落后的不是中国 而是他们 高铁 高铁作为现代交通的璀璨明珠 以其高速便捷舒适的特点 赢得了广大乘客的青睐 那么在中国高铁上 乘客们还可以享受到哪些服务呢 小编这就来为你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机会来中国坐高铁 可别错过了 不知道大家在坐高铁的时候 有遇到过吵闹的熊孩子吗 反正小编是遇到过 那种感受真是生不如死 对于熊孩子的问题 大多数网友都表示 是家长的教育不利 其实有娃的家长都清楚 三岁以下的孩子 基本认知都没有成形 是很难管住的 再加上火车 飞机都是封闭空间 活动范围小 要孩子安安静静的坐着 不吵闹很难 正因如此 之前就有不少家长呼吁 可以开辟专门的儿童车厢 进行物理隔离 为带娃出行的家长 提供单独的区域 同时也避免给其他乘客 造成打扰 开辟专用车厢 理论上的确是解决了 家长们的痛点 问题在于 如果增加车厢成本过高 可能导致运力资源的浪费 如果是在现有的车厢之上 开辟出一节 单独作为带娃专用 又可能加剧运力紧张 毕竟乘客的相关需求是动态的 很难具体评估 实际多少人会去乘坐 而这个问题 在厦门开往上海的 G1654次高铁列车上 得到了完美解决 1月29日下午 在G1654次高铁列车上 一群小旅客 在乘务员的带领下 有说有笑的 玩起了趣味小游戏 这类高铁的 9号餐车部分区域 每临时改造成了 六娃舱 凡是上车的小旅客 都可以在家长的陪同下 到这里参与趣味游戏 借玩具玩 或者读故事书 给带娃出门的家长们 搭把手 也提升了 其他旅客的乘车体验 这样的暖心举措 很快就冲上了热搜 更重要的是 对餐车进行临时的改造 就相当于在现有空间中 开辟出了一块新的区域 不需要增加车厢 也不影响现有车厢的结构 和座位数量 这无疑是避免了 单独开设 儿童专用车厢 面临的种种技术难题 体现出精细化管理的智慧 在讨论儿童吵闹 纠纷如何治理时 很多人都呼吁 要相互理解和包容 但其实 所谓的包容 光靠口头呼吁 注定效果有限 只有通过精细化管理的手段 落到实处 形成包容性 人性化的设计安排 才能有效化解冲突 避免情绪对立 说完了软件设施 下面小编 再和大家说说硬件设施 首先 中国高铁的座椅设计 充分考虑了乘客的舒适度 每个座椅都配备 有可调节的靠背 让乘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调整坐姿 同时 座椅间距合理 为乘客提供了足够的腿部空间 避免了长时间乘车的不适感 在座位下方 扶手旁以及洗手台等位置 都设有电源插座 方便乘客随时为手机 电脑等电子设备充电 不同车型的充电插口 可能有所不同 但都能满足乘客的 基本充电需求 而为了满足 中国人吃货的本质 在中国高铁上 还提供了多种餐饮服务 包括餐车售卖的热餐 冷饮零食等 乘客还可以通过 12306官方APP提前点餐 享受送餐到做的服务 此外 高铁上还设有自动售货机 提供饮料 零食等商品的自助购买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高铁还设有专门的 残疾旅客专用区域 配备有轮椅专用的固定带 为特殊乘客提供便利 同时高铁上还设有无障碍卫生间 方便残障人士使用 无障碍卫生间内 配备有安全扶手和SOS 报警器等设备 确保乘客的安全 如今 中国高铁列车 还全列覆盖免费WiFi 乘客可以随时享受网络服务 浏览新闻 观看视频等 此外还配备了娱乐设施 如车载电视 音乐播放等 为乘客提供多样化的娱乐选择 综上所述 中国高铁上的服务和设施 涵盖了乘客的各个方面需求 从座椅舒适度 到餐饮服务 到网络娱乐 再到如今的六娃舱等 都充分体现了 中国高铁的人性化设计 和服务理念 这些服务和设施的存在 不仅为乘客提供了 便捷和舒适的旅行体验 也展现了中国高铁技术的 先进性和成熟性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在高铁上点过外卖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 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